大家好 我是老郭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一些 鱼类的行为学方面的小知识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钓友 他是用人类的思维 或者习惯去思考鱼类 人类和鱼类它从器官 行为上面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做钓的绝大多数的鱼类 都是近似 假的色惑色惑 我们人类看见这一方水的 这一片水的透明度 假如达到红米的话 绝大多数鱼类 它在水里的视线所达到的范围里 都到不了 它最多只能看到山里的鱼类 这是根据它的眼睛构造的鱼类 我发现天生就是这样 相比较凶猛性的鱼类 它会看得稍远一点 但是它也是近似的 那底层鱼类呢 我基于你鱼啊 它会看得更加近 鱼类的听觉也是非常差的 它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伦细 于是有耳朵 但是它的构造和功能和我们人类不一样 它听到的感觉很像我们人类什么样 一旦把耳朵扶上 听外界声音那么你也听不到 但是你自己说话声音再怎么小你也听到 比如我说怎么样 你自己能听得清清楚 再小的声音来听清楚 鱼类啊 这个大标准是有这个作用的 那么我们前面说鱼类既是近视严价社 同时又是猫子 那它靠什么器官去感知感应外界的环境 下面我们介绍了鱼类的感觉器官 就叫侧线鱼 侧线鱼就是我们平时吃鲤鱼啊 有的人嫌鲤鱼酸呀 把这个侧线去掉两头一掐 而且它中间有根线把它去掉 这个侧线鱼是鱼类和两栖类 唯独拥有其他的动物都不具体 它这个侧线鱼最主要的功能在那核方 它能感知水面水里面微微的流动 我举一个例子啊 平时我们在鱼里面 水很平静 放一点小鱼进去 你没搅动的时候 你看到鱼它会各种有养之多用 但是你一旦把水微微的搅动过以后 这些小鱼很快 它就会统一方向逆流而上 这就是通过它的侧线鱼也感知到的 微微的水分它都感觉到 鱼类的侧线它能精确地判断水面波 什么是水面波呢 比如空中一个物体落入水面 它会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外面过山 水底下一个东西飘飘当当飘到水面去了 它在水面也会形成水面波 这个水面波即使很小 但是鱼类也能感知 这就是通过侧线鱼类的侧线鱼 所以还能感知到水里面的尺寸 这个地球的尺寸 水里的电流 微弱了它的温度 这个侧线鱼还能对移动的物体产生的水面进行定位 包括食物的飘动 移动的方向 它都能定位 这就是一个最牛的一个器材 最牛的一种感知 叫侧线鱼 侧线鱼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侧线鱼感知到的就是水温 水温度都会通过侧线感知到 它还能感知到水的鲜度 水的污染程度 同时也微弱的感知到水里面的化学成分变化